哈囉大家好我是凱瑞 大概在兩個禮拜之前 看到了東寶四出最新的哥吉拉電影 哥吉拉-1.0 當下看到真是令人期待又興奮 雖然只出現零點幾秒的哥吉拉增聲 十足的吊人胃口 雖然造型有點像美版傳奇哥 但是還是想大聲的說 我好興奮啊 因為來到一個歲數 知道這種老IP可以說是見一次少一次 再加上日本導演與東寶親自操刀 我想到時候不論評價如何 我應該都會到電影院去觀賞 看到預告片之後馬上上網查一下 這部預告片的導演有拍過哪些作品 卻才發現我實在是有眼不是泰山 原來導演是三奇魂 是經驗非常豐富的導演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拍的幸福3D幕系列 這其中最重要也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我一定要分享給不知道這個情報的哥吉拉同好 就是這位導演曾經在幸福3D幕的第二集當中 置入了非常精彩的哥吉拉客串演出橋本 雖然只是3D幕劇中幻想的情景 但是在2007年的時候完全震懾了我 在那個時候的時空背景 正處於哥吉拉系列電影的低潮期 在那個時期 哥吉拉系列電影已經很久沒有推出正式的作品了 所以3D幕的那個橋站對哥吉拉粉絲而言 是非常珍貴的場景 更美好的是他還是出現在昭和年代日本街道 昭和夕陽老人臭果然最棒了 就算是被破壞的街道還是覺得很美好 在一起 是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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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道 屁面 是屁面 是屁面 屁面 走 救命救命 路得 路得 不行 讓我們回到2023年的現實 所以這下我終於知道 是山崎貴導演要指導新的哥吉拉電影 那麼就可以比較樂觀跟安心的推測 這部哥吉拉電影沒有意外的話 八成不會亞於安野秀明指導的新哥吉拉 而且可能會更欺向於大眾化 劇情走向也可能會更具人性的情懷 視角可能會以一般民眾為出發點 我想它會是一部帶入感非常強烈的哥吉拉電影 光是這樣期待就開始擠雞皮疙瘩了 慢慢的期待一部讓自己有感覺的作品 是我這種即將步入中年的人一點小確幸 因為其實我對於大部分新的IP作品已經失去新鮮感了 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其實沒有那麼多時間跟精力 可以去關注全世界海量級的新資訊 雖然這樣聽起來感覺好像快要變成 只會嫌棄青少年娛樂的臭老害了 但是其實是我寧願把越來越小的有限時光 浪費在重溫我年少時期喜愛的老作品 比起不斷找著新的東西來嘗試刺激生活感官 我可能會選擇重複觀賞老的作品 所以說我認為不接受新事物的人 也許不是失去了熱血與熱忱 他可能是因為還太喜歡以前的人事物跟氛圍了 所以看上去好像是一個不願意前進的老人 實際上他還是有在前進的 只是前進的方向是反方向 朋友們讓我們一起邁向舊時代的氛圍吧 雖然說事實上那個年代的殘酷 一點也不亞於現在 對於這個頻道的興趣朋友們歡迎訂閱哦 我是凱瑞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